回老家扫墓时,发现一位帅哥上错坟 对着我奶的坟墓磕头又烧纸 对方长得特标志 还是我高中数学老师的孙子 当年我怒对他爷爷,以后我就嫁给你孙子 整天欺负你孙子,打你虫孙子,气死你 鬼知道他孙子居然长得这么好看 你...清明,回老家扫墓 我爸昨晚喝酒摔了腿 给我奶上坟的任务就落在了我肩上 我奶去世早,那时还实行土葬 他的坟墓就在这座小县城北边的山坡上 那时的坟墓连个墓碑都没有 我只能凭着模糊的记忆摸索着寻找 俩树中间,应该就是这个了 我把庄游指前金元宝的袋子往地上一扔 跪下就开始框框磕头 奶啊,保佑你孙女成功上吧 奶啊,我给你送钱来了 你没事就去听个群喝个茶 奶啊,你要是全下有知 就保佑我给你找个帅气的孙女去吧 续到了一堆,最后这个才是重点 大学四年,毕业一年,我连个男朋友都没有 看着邻居家的小公猫都觉得没清目秀 男,身高腿长,宽肩窄腰 那张脸,绝对标致 帅哥手里拎了一大袋纸钱 他缓不走来,一脸困惑 你,给我爷磕头做什么 啊,我挣住了 你爷,嗯 男生将装纸钱的袋子扔下 俯身拔去坟头杂草 似乎猜到了什么,轻笑道,上错坟了 我没应声,仔细看了看周围 又觉得似乎有点陌生 可能是真上错坟了 我连忙道歉,然后拎着一袋子金元宝逃走了 开车绕着小山坡转了一圈 我又回来了 好像,没错啊 看了远处坟前那道烧纸的帅气身影 我疑惑地掏出手机 给我爸拍了个全景视频 是这吗 我爸秒回 对,绝对没错 你奶坟钱是谁 他孙女婿 眼神还挺好 我没回,收起手机 又扛着金元宝走过去了 帅哥躲奶烧了挺多纸钱 风一吹,到处都是指挥 帅哥,我走上前去打招呼 似乎是你上错坟了 他愣了一下,左右看看 然后掏出手机录了个视频 应该也是发给家人求证 一分钟后 他手机震动了一声 帅哥扫了一眼 瞬间猝了眉 然后稍显局促地看向我 不好意思 他指着我那一兜子金元宝 这个能卖给我吗 我盯着那张脸出神 反应慢了机拍 啊,不用 你都拿去吧 反正你都替我给我奶烧过了 帅哥似乎觉着也有道理 低声到了巨蟹 便拎着带子离开了 眼见着汽车行远 我又莫地后悔了 猪脑子 借口要他一块钱 顺势加个微信也好啊 三 坟前指挥 几乎都被风吹散 我跪下来 又开始光光磕头 奶啊 你再保佑保佑我 让我俩发展一下 我奶当然不会回应我 回应我的 只有山坡上徐徐吹过的风 击败完 我准备上车离开 然而 上车 开火 没动静 我爸新提半年的车子 居然无故失灵了 扫了一眼旁边的坟圈 我后背一凉 连忙继续尝试 还是打不着火 挥手将其蓝亭 车窗摇下 我的心却忽然通风乱跳 又是他 这一刻 我开始相信我奶在天有灵了 说要个孙女婿 马上就给我安排了 我的车打不着火了 你能帮我看看吗 我裹紧了外套 努力让自己 显得娇弱可怜一些 可是 摇下一半的车窗里 我隐约看见了自己的倒影 裹紧的贴身外套 让我看起来像一个圆粽子 我瞬间撒了手 四 帅哥很热心 但是 没什么用 车子依旧摆烂罢工 怎么都打不着火 天宫不作美 又开始下起了小雨 没办法 只能让我爸打电话 叫拖车了 乌云渐渐蔽日 天色阴沉了几分 在这到处是坟的小山坡上 我有点怂了 你能陪我等一会吗 我爸说他 马上给我叫拖车 帅哥促眉 帅哥不太理解 于是我小心翼翼的解释 阴天 下雨 坟圈子 我有点怕 帅哥好看的眉梢终于束展开 点头同意了 他将车停在路边 我开门坐在了后座位上 开始微信轰炸我爸 我爸回得很敷衍 直到了小祖宗 拖车马上就去 让我女婿先陪你一会 车上无聊 帅哥开了清音乐 开始没话找话 你家是这里的 嗯我连忙点头 我生在这个小县城 也长在这里 直到大学考去北京 毕业便留金工作了 没想到他也是 不过他大学考在天津 毕业后去的北京 我瞬间来了兴趣 你上学时在几中 三中 我也是 在我的袍根问底下 我发现我们上学时 居然同校 同级 问到名字 他印到 继承 继承 好熟悉的名字 我思索半天 颤抖着问道 继秦天是你 他在后视镜里注视着我 那双眼弧度柔和好看 我爷 我大概知道他是谁了 我高中数学老师 继秦天的孙子 继承 依稀记得当初上学时 数学老师怒斥 说我这样又不勤奋 又乖张跋扈的女孩子 长大以后 肯定嫁不出去时 我仰着下巴反驳他 那我长大 就嫁给你孙子 天天欺负你孙子 揍你虫孙子 气死你 往日的戏言 与后视镜里那双桃花眼相映照 真是要命 五 我坐在后座愣了好久 直到前座的继承出神 我也时常提起你 呵呵 是吗 我嘎笑着硬喝 心里却道 我当年动辄把他气得半死 只要上我班的课 这位老爷子 必须随身带着塑笑就心完 当然会时常提起我了 善笑一声 我客套道 哪天我去看望一下他老人家 反正他的坟墓 应该也在这扇坡上 搞不好还和我乃是邻居 继承证了一下 笑着说好 接下来又是一阵沉默 沉默是今日的康桥 再后来 我爸找的拖车终于缓缓驶来 我松了一口气 连忙告别下车 不过 这次我没忘记要微信 至于理由吗 我说哪天 我去看望一下季老师 继承很痛快地加了微信 并叮嘱我 回去路上有事给他打电话 不愧是那古板老爷子的孙子 真是正直体贴 又好看 六 当晚 我思来想去 还是给继承发了微信 委婉地约他明天吃午饭 然而 我被拒绝了 继承道了歉 说他明天有事 还说我们可以回京再约 行吧 我懂 成年人的世界 没有明确的同意 就算是拒绝了 我兴兴地钻进被窝 只觉着眼睛刚闭上 便被我爸从床上拽了起来 天亮了 这一定是个灵异事件 我明明刚闭上眼 我被他拖进厕所 手里被强行塞入了极好的牙膏 洗漱 化妆 相亲 我爸从牙缝里蹦出这六个字 昨晚回来 当他得知 视频里的继承不是我男朋友 就是个上错坟的路人后 应试连夜给我约了个相亲对象 造孽呀 气 上午九点 我坐在咖啡厅临窗位置 明明是在等相亲对象 可满脑子都是继承那张脸 早知道这家伙长大以后这么帅 当年真和继老爷子订个亲了 正出神 身后玻璃门拉开 有人进来 我转头去看 却瞬间愣住 继承 目光在那张脸上流转过后 又朝下一动几分 我人傻了 他这是什么打扮 抱纹衬衣 紧身黑色长裤 痘痘鞋 讲真 我生怕他下一秒 给我摇个花手飞过来 我愣神的片刻里 继承也忘了过来 四目相对 这人正了一下 转身便走 继承 我吼了一声 然后飞快地跑过去 拽住他袖口 将他上下打亮一番 我想起昨晚他委婉地拒绝 隐约猜到了什么 你是来相亲的 继承正了下 你也是 我缓缓点头 心里却在狂喜 明天一定去给我奶烧个别墅 这奶奶能处 有孙女婿他真给送啊 然后 继承将着身子 对我拽去了桌前 脸一路红到了耳根 我笑音音地注视着 他骚气的豹纹衬衣 所以 你是不想相亲 所以故意这样打扮的 嗯 继承握着水杯的手 收紧几分 我不太擅长拒绝女生 想让他主动提出不合适 我笑了 这脑回路 果然符合当初那个 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霸人设 爸 我正幻想着 如何拿下继承石 玻璃门再度被拉开 有人风尘仆仆地走了进来 我定睛去看 却瞬间正住 表姐 我这表姐长相明艳 性子跋扈 可以说是我多年的死对头 相亲也能遇见 真会气 他站在门口扫尸一圈 最后 目光定格在了继承的背影上 随着他的走近 我紧紧粗眉 又要来抢我男人 这种事 他可不是第一次做了 我的初恋男友 当初忽然开始拢抱利我 而后直接完失踪 而最后 我是在表姐床上找到他的 此时此刻 表姐静止走到桌前 却是看也不看我一眼 掏出手机 对着继承比对了一下 你是继承吧 我是周阿姨介绍来相亲的 我 桌对面 继承也愣住了 这时 咖啡厅里又进来一人 是一位穿着黑色外套的胖子 微秃 他环顾一圈 静止冲到了我面前 紧紧握住我的手 掌心沁满了黏腻汗水 苏老对吧 抱歉 我来晚了 就 我人傻了 我乃这显灵明显有点业余 男人是给我送来了 结果却送偏了 我还没缓过神 便被真正的相亲对象 拽去了灵桌 坐下后 我朝继承那边扫了一眼 这位高冷学霸 此刻正经微坐 穿着身招摇又骚包的报文衬衣 看起来不自在极了 而我对面的男人 开始了热情的自我介绍 他叫张启琳 今年38 有车无房没吗 身高170 存款1万8 对方太热情 我只好也好 认真地回答我的概况 原本我还劝自己 不能以貌取人 说不定对方有什么优点呢 可简单地交流下来 我没发现他的优点 他倒是想占我便宜 在他隔着桌子 用脚尖蹭我小腿时 我没忍住 一杯咖啡泼了过去 起身离开 路过继承时 我瞥见这位一脸 生无可怜的小可怜 于是心软帮了他一把 示意继承起身 然后我挽上他手臂 转头看向对面 脸上堆笑 不好意思表姐 这次你挽了一步 其实继承是我男朋友 我和他赌气才来相亲的 但是现在 我整个人都已在继承身上 却意外感受到了 他微微僵直的身子 表姐愣住了 由于愤怒 那张好看的脸 甚至微微扭曲 但是很可惜 我没给他任何试招的机会 直接挽着继承离开了咖啡厅 十 出了咖啡厅 继承低声道谢 一副如释重负的模样 真是个书呆子 在继承的邀请下 我陪他去买了身衣服换上 这人是天生的衣服架子 简单的白衣飞裤 穿在他身上也依旧出众 付了钱 在我琢磨着 要如何才能和他进一步发展时 继承忽然若有所思地盯着我 能不能帮个忙 你说 一瞬间 我脑中涌出了许多猜想 比如借他钱 当他搞定我表姐 甚至想到 会不会要让我去给季老师上坟 但我唯独没想到 他想请我假扮女朋友 应付家里 我特痛快地同意了 反正季老师不在了 他家里人也不知道我 更何况 这可是个拉近距离的好机会 假期有限 明天便要回京了 于是我们简单商讨后 决定今天就出发 就现在 去隔壁商场买了些营养品 继承开车带我回家 路上 等红灯时 继承单手搭在方向盘上 转头瞥了我一眼 紧张吗 我摇头 实话实说 又不是真要见公婆 怕什么 继承笑了 下一刻 他的声音合着车在音乐传来 不慎清晰 万一 以后变成真的了呢 脑中一片空白 这句简单的话 我在脑海中反复咀嚼了无数次 然后 真就紧张了起来 就是的 万一以后我真搞定继承了呢 那这次 岂不就是真成了我第一次见家长了 就这样 站在继承家门口时 我紧张的腿都软了 在他抬手准备敲门时 我腿一软 而继承反应特快 继承低头看我 勾了勾唇 那双眼 笑意淫淫 怕了 我嘴硬摇头 然而 话还没来得及说出口 便见他笑了一声 来不及了 话落 继承抬手敲响了房门 我瞬间推开他的手 绷紧了身子 挺直背脊 并拢双腿 努力做出一副端庄优雅的样子 然而 我所有的伪装 都在看见开门人的那一刻 瞬间瓦解 门开 一名老人站在门口 脸上满是笑意 显得亲切又和蔼 而这份慈祥 也终止在了看见我的那一刻 四目相对 对方瞬间愣住 脸上笑意一点点脸去 苏扰 我目瞪口呆 正正地说不出话来 继承不说他爷过世了吗 前几天还去上坟来着 我慢吞吞地转头去看 却见继承握住我的手 笑着看向继老爷子 爷爷 你不是总提起苏扰吗 我把他给您带回来了 以您 孙媳妇的身份 继老爷子盯着我看了半少 最后勉强侧身让开位置 闷声道 先进来吧 路过老爷子身边时 我依稀听见他低声责骂继承 把这小祖宗带回来 你是嫌你爷爷活太长吗 可是 我循着声音抬头去看 却隐约看见 孙老爷子微微扬起的嘴角 我怎么感觉 有戏 十二 我战战兢兢地进了屋 心乱如麻 但是 转念一想 当初被我几次三番气得要死的是 孙老爷子 要心乱也该是他心乱才对 想到这里 我又放松了些 进了门 一位围着围裙的老人 从厨房里快步走了出来 手里还拿着锅铲 笑容特慈祥 应该就是季晨的奶奶了 姑娘 快进来坐 季晨刚才在电话里说 你最爱吃红烧排骨和清蒸鲈鱼 我刚去菜市场买的 马上就做好了 我却愣住了 季晨 怎么知道我喜欢吃的菜 正出神 奶奶便叮嘱老爷子和季晨 陪我去客厅聊天 季老爷子很乖巧地硬了话 却始终捧着一张脸 客厅 我坐在沙发上 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然后端着笑脸 抬头去看 季晨 奶奶性格真好 一看就温柔又慈想 季晨正了下 却是笑而不渝 他不渝 季老爷子去接过了话茶 丫头 你这是拐着弯的说我脾气不好吧 我接过季晨递来的温水 喝了一口 当然不是了 老爷子 我可没拐着弯说 季老爷子一口茶水喷了出去 扯起一张纸巾擦身子 季老爷子反被气笑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张嘴还这么利索 我堆着笑 客气道 季老师也是风采不减当年 老爷子当初教书的时候 在学校地位极高 但从不拿时 经常和我们开玩笑 和同学们关系都十分亲近 行了 季老爷子大手一挥 彩虹屁就不用拍了 给我讲讲吧 怎么就真把我这宝贝孙子给祸害了 讲讲 我愣了 转头去看季晨 计划里也没说过这不啊 13 收到我求助的目光 季晨立马替我接过了话茬 上学的时候 你一训他 他就跑来欺负我 季晨坐在沙发上 穿着我刚陪他买的白衬衣 纽扣解开两颗 一本正经的边瞎话 欺负的多了 毕业后我俩就情难自禁 心心相惜了 我险些被自己的口水枪死 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这边震惊着 季老爷子那边 已经开始掰着手指头数了起来 好家伙 你们这是搞了多少年的地道战啊 我嘴一向比脑子快 笑眯眯地印道 这不是怕消息太刺激 您接受不了吗 毕竟当初的誓言 我一下就实现了一半 听闻这话 季老爷子瞬间瞇了眯眼睛 重心一下子转移到后几个字上 怎么 你还真想以后打我重孙子 则 这老头子记性还不错 挣多年了 居然还记得我 当初那段激情澎湃的话 聊了两句 季老爷子起身去了卫生间 厕所门关上的那一刻 我隐约听见 里面传来了老爷子 哼着小曲的声音 这老爷子似乎心情还不错 客厅里只剩下了我和继承 我揪住他袖口 问了我最关心的问题 你不是说 你爷去世了吗 继承低笑 稍指的那是我老爷 他比较重男轻女 但我老后来 因为身体缘故不能再生了 就只有我妈这一个女儿 所以从我记事起 我老爷就一直哄着 我也叫他爷爷 他性子倔 家里人又觉着 只是一个称呼问题 就没在这世上反驳他 我便一直这么叫了 原来如此 开门奈会 吓了我心脏 都快跳出胸口了 客厅里极其安静 老爷子半场没出来 气氛有点尴尬 我便扯扯继承衣袖 没话找话 你刚刚为什么要那么说 瞧瞧在心上人面前 说话都不自觉地 软了18个度 如果换成旁人 我大概会温柔地问候他 是不是有毛病 对视的那一刻 继承勾唇笑了下 我前面说的也算是事实吧 这倒是 那时候被继老爷子驯惨了 我就会偷摸地 去拿继承出气 比如偷偷给他轮胎撒个气 给他捉洞里扔点瓜子皮等 但是 我都是背地里做的呀 他怎么会知道 可能是我眼底的疑惑太过明显 不等我开问 继承便主动解释 其实 每次我都知道是你 你做事向来粗心 要么被我同学看见了 要么是被我看见 要么 就是把你的学生证 落在我座位上 继承揉了揉眉心 一脸无奈 我就是想不知道 都很难 我大为震惊 亏我这些年都一直以为 我那些暗地里撒气的行为 做得天衣无缝 原来早就露线了 而且 当年的继承 根本就还没长开 那时他晒得有点黑 又常年戴着黑矿眼镜 头发略长 微微挡住眉眼 很难让人对他的外貌 留有深刻印象 而现在 我瞥了他一眼 侧脸都帅得我腿软 腿一软 手也跟着软 刚刚端起的水杯晃了下 温水瞬间 洒到了身旁的继承腿上 啊 我惊呼一声 下意识地扯起纸巾 替他擦拭 然而 纸巾都蹭上去了 声息地从卫生间出来了 十四 这老爷子和当年一样 走路都没声音的 六目相对 我尴尬地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于是我适时地怂了 把纸巾往继承身上一扔 我开始甩锅 你自己擦 不就撒你身上一点水吗 我一个女孩子帮你擦 多不方便 说完 我坐直了身子 还不着痕迹地 与他拉开了些距离 继承捏着纸巾愣神 我抽空瞧了他一眼 帅哥就是帅哥 眼尾的几分无辜 都那么戳人 我又有点不忍心了 不过 纪承奶奶这时刚巧 拿着锅铲出来 问我吃不吃葱花香菜 我应了一声 连忙跑进厨房帮忙了 初时 奶奶一直把我往厨房外赶 后来拗不过 也只好游着我了 我在厨房打下手时 听纪奶奶讲了许多 关于纪承的事 比如 他高考后父母离异 纪妈妈改家外省 而继父虽在本市 却整日最新工作 险少回家 比如 纪承上学时 有一个暗恋的女孩子 日记本写了一本又一本 但是从不肯给人看 纪奶奶握着锅铲 转头看我 眼底笑意阴晕 姑娘啊 我一见你就知道 她上学时候喜欢的那个女孩子 一定是你 我挣了两秒 然后装作害羞的不说话 可实际上 我心里酸酸的 纪奶奶根本就不知道 其实我和纪承上学时 几乎都没怎么说过话 那个让她这个学霸 写了一本又一本日记的姑娘 怎么也轮不到我 十五 这顿佳宴 总体来讲 结束得很圆满 当然 除去席间纪老爷子那张 故意板起的脸 其实我原本还有些担心 老爷子会不会算旧账 不同意我这个孙媳妇 直到 我偶然听见 纪奶奶和她的低语 你个死老头子 之前不是总捣鼓 你这个学生吗 现在成了咱们孙媳妇了 你还板着张脸 给我咧嘴笑 然后 后半场纪老爷子脸上 始终挂着一副僵硬的微笑 直到送我离开 这老爷子都是扯着嘴角 皮笑若不笑的温柔说道 走你 然后关上了大门 约她明天一同回京 她同意了 我们县城离北京不算特别远 继承开车回去 而我上坟开的那辆 新提半年的车 其实是我爸的 所以 在我主动出了一半 有钱的情况下 我蹭着继承的车回了北京 一路上 我拽着她东拉西扯 本以为能就此拉近距离 结果 白扯 尽管我帮她一忙 替她应付了家里 两位日日催婚的老人 回京后 我们还是各自投入到 忙碌的工作中 很少联系了 只有偶尔会问句早晚安 然后聊天夜面又趋于平静 直到有一天 下班时 我刚出公司电梯 便接到了继承的微信电话 我有些意外 连忙清了清嗓子 接通 16 意料之外 继承居然是托我陪她逛街 帮她选一款送女领导的礼物 电话里 她语气微微局促 上次的一个项目 我领导帮了我不少忙 想送个礼物表示感谢 但是又不太会给女生挑礼物 不等她说完 我立马热心地硬了下来 半小时后 我们在约好的商场碰面 大概半月没见 继承似乎瘦了血 她快步走过来 却又在开口时停顿了几秒 最后 只低声到了巨蟹 我白白手 先打探重要信息 你领导她年纪时 50出头 具体不太清楚 我松了一口气 还好 50多岁了 不是那种 30出头有自色有钱 又对小鲜肉感兴趣的女强人 得到了我满意的消息 我开始拽着继承在商场里转悠 帮她挑礼物 路过一家珠宝店时 我被门口橱窗里的一条项链吸引了视线 做工精致 造型别致 每一处做工都格外符合我的审美 但是扫了一眼价格5000出头 在这座国际都市里 这个价钱对于有钱人来讲不过是一顿饭钱 但对我这个苦逼北漂而言 属实有点贵 所以 目光停留了几秒 我便不着痕迹地收回了 逛了一圈 最后选了一款香水 香调清新淡雅 不太会踩雷 又较为小众 继承说 他领导虽然年贡五十 但平日里工作雷厉风行 私下里也是一个十分精致考究的人 而且 继承和同事去领导家里做过课 他似乎喜欢收集各种香水 选完香水出来 我已经出了一身汗 好家伙 当年高考田志愿时都没选得这么认真 生怕选错款踩雷 影响继承 选好礼物 继承为表感谢 非要请我吃饭 最后选在商场里的一家铁板烧 前面要排五桌 我们坐在门外等位时 继承去了烫厕所 再回来 继承手里多了一个包装精致的购物袋 并将其递到了我面前 打开看看 我抬头 有些错愕 我 嗯 我一头雾水 接过 打开 里面是一个饰品盒 而饰品盒里 是一条做工精致的项链 正是我刚刚多看了几眼的那一条 十七 心跳莫名地加速了几分 继承站在椅边 俯身看我 刚刚见你挺喜欢的 我捏着项链 久难回神 最后默默地抬头看他 这是表白礼物 话一出口 我就又有点后悔了 我这人 永远是嘴比脑子快 继承被我问得耳根一红 轻声道 算是你陪我回家演戏 帮我挑礼物的感谢礼 我在心里将他这句话 反复咀嚼了几遍 恍惚明白了 这话约等于否认 否认我刚刚的傻子问题 心凉了半截 我也从刚刚的错愕与惊喜中回过神来 扫了一眼盒中的项链 我合上盖子 起身 这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我陪你去退掉 然而 继承正了下 没说话 却静止抢过我的背包 打开 塞了进去 并在我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当着我的面把票去撕了 我人傻了 这是什么霸总操作 送你的礼物 收下吧 票去撕了 不能退了 继承勾了下唇角 语气温和 却又不不容反驳 我正正地盯着他掌心那堆碎血 有转账记录的话 应该也可以退 我用的现金 我正愣神识 广播里刚巧叫了桌号250 继承笑了下 掌心在我肩上轻轻搭了一下 走吧 到我们了 18 我们刚巧是一个靠窗座位 点菜时 继承特绅士地将菜单递给我 但我满脑子都是那条项链 收不收的问题 哪有心思点菜 便将菜单又推了回去 继承点菜时 我也没注意听 直到服务员拿着菜单离开 我把项链从包里掏出来 放在桌面上 这样吧 我把钱转给你 对面 继承的眉悄然猝了起来 我又接着说道 但我下个月要交房租 手里钱不太够 我分期转你吧 不知为何 听见分期二字 继承眉梢微微挑了几分 这人思索几分 痛快地同意了 我松了一口气 我可不想让继承觉得 我是那种贪财又好色的女人 虽然 好色其实是真的 上菜后 我有点惊讶 菜都是继承点的 却意外地符合我的口味 而且 继承很绅士 吃饭前会替我烫好碗碟 吃饭时替我加菜 我杯里的水喝完 他比服务员倒水都积极 我暗暗观察着 在心里不断给他加分 然而 我加分没用啊 继承这朵落花 似乎并无什么意象 饭后 继承抢先结了账 我说有些吃撑了 他便陪我在商场外的广场散步 没走两步 便遇见了一个 捧着花篮的小姑娘 哥哥 你女朋友这么漂亮 给他买朵花吧 祝你们的感情天长地久哦 我有点尴尬 这种学霸一般都性子直 估计会直接拒绝吧 可继承没说买不买 却先俯下身去 双手撑在膝上 轻声问他 小妹妹 你今年多大了 13岁了 小姑娘催生生地回答 继承笑了 他揉揉对方的脑袋 你有二维码吗 在小姑娘掏出二维码卡片后 继承问了价格 语气温和 这些我都买了 很晚了 你早点回家吧 小姑娘很高兴 收了钱 他将花小心翼翼地捧给了我 并在我身边轻声说道 姐姐 大哥哥又帅又温柔 你真幸福 说着 他笑着朝我们摆摆手 蹦蹦跳跳地离开了 我捧着一堆鲜花 低头扫了一眼 好看是好看 只是 幸福的哪里是我 这家伙这么难搞 不知道轮不轮得到我幸福呢 19 周末 我正窝在床上睡懒觉时 忽然接到了继承的电话 看见屏幕上闪烁的继承二字 我瞬间没了睡意 墨地坐起身 喂 对面似乎正了下 打扰你睡觉了吧 没有没有 我连忙清了清嗓子 虚伪地说道 我不爱睡懒觉 刚晨跑回来 有点累而已 耳畔 继承低笑了一声 嗯 还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你说 我也来北京了 我握着手机的指尖 瞬间僵了几分 这老爷子忽然过来 不会是来做恋爱监工的吧 那 需要我去陪爷爷吃顿饭是吗 电话里 继承叹了一声 我也要在这住一周 所以呢 我一头雾水 所以 可能要麻烦你也过来住一周了 继承的声音压得很低 这话听起来 近莫名的暧昧 我愣了两秒 忽然想起来 当初在他家时 我见继承特容易害羞 为了逗他 故意给继承爷爷奶奶说 我们俩住在一起 合租的那种 我真是嘴欠 当时想着 反正我们远在北京 也没多想 随口就说了 现在倒好 惹火上身了 于是我故作懊恼 实则暗喜地同意了继承 继爷爷爷明天早上到 而我今天就要打包一些日常用品 去继承家 进水楼台仙得月 我都进到一间房了 就不信还捞不到他这弯明月 往行李箱里塞东西 可爱又不是俏皮的睡裙 斩男香水 闻到就让他小路乱撞的那种 超好闻的洗发水沐浴露 可爱一点的发箍 总之都是一些乱七八糟 我认为可以聊汉的小物件 听说我马上要去和男神同居一周 住在同小区的闺蜜小宁 火速赶来 并塞给我一个小礼物 语重心长地拍拍我肩膀 姐妹 祝你成功 把礼物塞给我 这人又踩着拖鞋跑了 关上门 我低头看了一眼 脸色瞬间烧红 但是鬼使神拆的 我还是把它装进了包包里 门铃声响起时 我刚好装完行李箱 门开 祭成站在门口 他今天穿了套浅色休闲装 左手拎着两个塑料袋 我扫了一眼 似乎是早餐 没吃早饭吧 祭成将袋子递给我 搬家不急 你先吃饭 我以为他会带些包子豆浆油条之类的 没想到 里面是杂干汤和火烧 他怎么知道我爱吃这个 抬头看了他一眼 疑问不等出口 便听见祭成诞声道 不知道你爱不爱吃 路过顺便买的 爱吃 我轻声硬着 那颗刚刚躁动了几分的心脏 又趋于寂静 而实际上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刚刚在期待些什么 21 祭成把行李箱连同我一起带回了家 我发誓 我不是有意要看他家门锁密码的 只是他在书密码时忽然和我说话 我下意识地转头看了一眼 刚巧看见他书的后两位数字 27 进门 入户地殿上摆放着两双拖鞋 一双稍大些的灰色 一双浅粉色 我心里一紧 家里有女士拖鞋 他不会和女生同居过吧 不过下一刻 祭成关上房门 低声道 我也那人 老人精 为了瞒天过海 我专门买了女士拖鞋 还有厨房的粉色围裙之类的 说着 他弯身将拖鞋拿来放在了我脚边 新的 放心 原来如此 我松了一口气 换鞋进门 祭成租的是一个两室 原本是和他同事合租的 但前些天 祭成同事离职回老家了 他还没找到新室友 下午 我和祭成开始整理房间 毕竟 要把一个独居男的房间 伪造出有女人居住的氛围 还是有点麻烦的 晚上 祭成提议出去吃饭 对我拒绝了 我信心满满 撸起袖子说 要给他做顿大餐 然后 因为操作不当 高压锅爆炸了 爆炸不严重 只不过高压锅盖被炸飞了 连带着一同被炸飞的 还有我那颗脆弱的小心脏 祭成第一时间跑进厨房 将我护住 然后将我推出厨房 第一时间处理了现场 再回去客厅轻声安慰我 其实 他当时说了什么 我都没听进去 我只是盯着他一张一合的蠢 暗暗地想 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好看 又温柔的人 老爷子还没来 我已经按耐不住 想要先假戏真做 把他孙子拿下了 我脆弱的小心灵 最后被祭成一盘 色香味俱全的锅包肉拿下了 而且 吃完饭 祭成还主动包揽了刷碗的任务 我坐在沙发上撕来想去 最后还是怂了 孤男寡女的 夜里相处也有点尴尬 所以在祭成刷碗时 我便找了个借口回房间了 有贼心没贼胆 说的大概便是我这种人吧 然而 我进房间没多久 卧室的灯忽然灭了 很快 敲门声响起 是祭成的声音 忽然停电了 你自己在房间怕吗 本来我是不怕的 别说是窗外月光尚起明亮 即便是相间漆黑的夜 我也敢独自出去走一圈 但是他一问 我立马就弱弱开口 我好害怕呀 说着 我飞奔下床 墨地打开了卧室门 并在月光下 精准无误地握住了他的手 语气软得要命 我最怕黑了 忽然被我握住手 祭成似乎正了下 没事 我在 他回应着 也轻轻握住了我的手 然后拽着我去了客厅沙发 我陪你在这等一会吧 应该是临时停电 停不了多久 好 我软着嗓子应声 脑子里却都是闺蜜 教给我的那些羞耻的疗汉技巧 继承 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 我装作不经意地问他 实际上 心跳已如雷 继承并未马上回应我 隔了几秒 我察觉到继承似乎转过头来看我 然后 我听见了他的轻笑声 我呀 应该是喜欢你这样的女孩子吧 夜以身 是谁的心跳声 在夜色中渐渐清晰 我有点紧张 当年赶站在全校的讲台上 嬉笑着念检讨的女孩子 此刻居然连一句回应都不敢说 心脏狂跳 为缓解紧张 我摸起沙发上扔着的包包 打开 摸出口香糖来 递给了继承 吃个口香糖吧 其实我是故意转移话题 可继承接过后 却久久没见他吃 我疑惑转头 却见他盯着掌心的口香糖出神 月光下 这人耳根似乎红了几分 不是吧 他纯到了吃块口香糖 都会脸红的地步 我大为不解 然后探头去看 只一言 我妈了 这哪是我新买的那盒炫脉 这分明是 今早晓宁塞给我的礼物 二十二 脸发烫 心发慌 我脑中一片空白 毒毒回荡着两个字 咋办 而我这人不光是嘴边脑子快 手也快 人还没反应过来 手上已经将那东西抢了回来 飞速塞回包里 我善笑道 这是我闺蜜塞我包里的 末了 我又干爸爸的问一句 你信吗 身旁 继承的身子似乎也僵硬的厉害 隔了半上 我才听见他的回应声 语调微微压低 你猜 我猜是不能信 气氛尴尬又疑你 然而 越是尴尬 膀胱越胀 我想上厕所 本想着正好借上厕所的时间 缓解一下尴尬 然而 当我提出后 继承却坚持要陪我去 他在门口等我 我耐心解释 你放心 我这会不害怕了 但是我怕 继承沉默半上 低声说道 我愣了两秒 有点想笑 那我大概明白 为什么停电后 继承会飞速出现在我房门口 并敲门问我 害不害怕 虚不 需要人赔了 感情是他怕 23 没办法 我只能把这位小可怜 扔在厕所门口 然后关门进去上厕所 为了避免尴尬 我全程打开了 洗手池的水龙头 让哗啦啦的流水声 掩盖住羞羞声 不过 我上完厕所 刚关掉水龙头 外面的灯便疏地一下 亮了 而且 关掉水龙头的那一刻 四周寂静 我似乎听见了一个声音 细想想 似乎是 推电闸的声音 我飞快地开门出去 似乎把继承吓了一跳 这人一本正经地站在门边 见了我似乎还有些惊讶 来 电了 嗯 我点点头 看出来了 我还看出来 继承附近的电表箱 盖子没盖 我这人下来注意细节 印象中白天来的时候 电表箱似乎是盖上的 当然 我也不敢保证 客厅的灯光明晃晃 照得那些暧昧 无所顿藏 我俩相看俩害羞 只能各自道声晚安 回房间睡觉了 自导自演的一场戏 目的吗 可能是为了和我加速发展 至于后来临时改变主意 我猜 可能是被我那个小盒子吓着了 这么想想 这个向来不识人间烟火的学霸 似乎还有点可爱 24 第二天一早 我被一阵敲门声吵醒 门外 继承声音温和 起床吃饭了 我不吃 我有气无力地用被子蒙住头 让我再睡一会 不知是不是错觉 我似乎隔着门缝 听见了继承的轻笑声 带了几分无可奈何的意味 我爷爷 比约听见这三个字 我瞬间清醒过来 一把扯开被子 对了 季老爷子今天一早就到了 我连忙跳下床去 三两下叠了被子 便穿着睡衣出了卧室 老头子还有多久到 我洗漱一下 痕 最后一个筷子还未出口 我便看见了坐在餐桌上 笑意盈盈的季老爷子 季老爷子端了一杯茶 又栽得喝了一口 老头子都到了半小时了 我善笑 这不正准备去接您呢 正聊着 季晨从厨房端着托盘出来 腰上还记着那件粉色围裙 去洗漱吧 早饭好了 语气温和自然 有那么一瞬间 我甚至真以为 我们是一对情侣 季老爷子说自己吃过了 端着一杯茶水 悠哉的看着我和季晨吃饭 幸好我脸皮厚 被季老爷子这么盯着 也照样胃口大好的 吃下了一大碗牛肉面 季晨不止长得好 厨艺也是一绝 饭后 我和季晨带老爷子出去逛了一天 晚上吃了顿烤鸭 我这边是双人床 本着女朋友的身份 我故作淡定地安排住宿 爷爷 你住季晨那房间吧 季晨睡我这边就好 话音落下 季晨立马转头看了过来 我捧着脸 尽量让自己显得平静些 等晚上供诉一床了 我再去解释说 是为了剧情需要吗 结果 这个建议被季老爷子一票否决了 老爷子不同意 还把季晨臭骂了一通 让他在结婚之前 不许欺负我 然后把季晨的被褥 扔在了沙发上 让他滚去睡沙发 对上季晨略显幽怨的目光 我心虚地撇开了头 这和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嘛 25 晚上 计划被打乱 我在房间里翻来覆去睡不着 刚好 当指针指向时时 我扔在床头的手机震动了一下 点开 是季晨的消息 睡了吗 我心一动 想起季晨那双大长腿窝 全在小沙发上的委屈样子 连忙秒回 还没 怎么了 季晨的消息回得很快 今晚月色不错 要不要来阳台聊天 心脏有着片刻的悸动 所以 他终于要主动出击了吗 我连忙下床 整理了一下头发 又拿起包里的小化妆镜 简单化了个尾素颜妆 还小心机地在手腕抹了香水 一切OK 我开门出去 路过季晨房间时 我刻意放缓了脚步 生怕里面的季老爷子听见 阳台 季晨倚着扶兰 背对着我 不知是不是我最近废料思想太多 这背影 宽肩窄腰 身高腿长 我不由地咽了下口水 不能供速一床 阳台一起吹吹风 赏赏月 似乎也挺浪漫 四季此 我快步走了过去 听见脚步声 季晨回身看我 目光在我身上扫了一眼 又陡然促眉 夜里风大 说着 他脱下身上外套 动作自然地照在我肩上 他的衣服很大 几乎将我裹个岩石 透过睡衣的单薄材质 甚至还能感受到 外套上他残存的温度 脸有些发烫 我抬头看天 嗯 季晨没骗我 今晚的月色果然很美 万里无云 星辰乍亮 一弯明月摇挂天边 我看得竟有些出神 两久 我收回目光 却发现 我在看月色 而季晨在看我 四目相对 我几乎可以确定 这人似乎是真的喜欢上我了 可我还没等到他的表白 客厅和阳台的灯 忽然梳地一下 灭了 但是 我们俩站在阳台上 能够清晰看见 隔壁邻居家依旧灯火通明 对视了一眼 我问他 你 交电费了吗 季晨沉默了一下 昨天刚交过 我俩特默契地转身 向客厅走去 果然 电闸被人推了 我默然无语 果然是野孙俩 这手段都是一模一样的 为了不拆老爷子的台 我俩摸着黑 又默默地回到了阳台 对视一眼 忽然都笑了 我挑挑眉 巧声问他 这个做法 熟悉吗 嗯 季晨应了一声 我也果然懂我 我本以为 以季晨这么执拗的性子 可能还要再拖一阵子 可月色下 他竟直接握住了我的手 苏扰 你觉得我怎么样 挺好的 我偏开目光 故意看向窗外 头顶却响起了他的轻笑声 作为男朋友来讲呢 爷 也不错 这次 季晨没有在笑 阳台一片寂静 我能听见小区外马路上 来往车辆的声音 能听见风声 能听见彼此的心跳声 再然后 我听见了季晨的声音 他声调微微僵硬 低声叹道 那就 假戏真做吧 而这次 他没有等我回应 我脑中一片空白 然后下额被轻轻抬起 他的吻落下的毫无欲照 季晨的吻声色而温柔 细细描摹 却又浅长折指 这次的四目相对 季晨眼含笑意 然后将我孤进怀里 头顶是他的叹卫声 苏扰 终于把你这位小祖宗拿下了 我没时间计较他这个亲密 又让人心动的小祖宗称呼 因为 被他孤进怀里的那一刻 我刚好看见 客厅里 一个偷窥的黑影一闪而过 好他的季老爷子 26 第二天早上 我从房间出去 便看见厨房里做早餐的季晨 以及沙发上神清气爽 喝茶看爆的季老爷子 老爷子明显心情很好 嘴里哼着不知名小调 难得地翘着二郎腿 见我出来 老爷子笑咪咪地道 苏扰啊 再放假 记得和季晨一起回去 你奶奶最近心学了两道菜 等着给你们做呢 我暗暗挑眉 果然是偷看了的 昨天提起 还说季晨奶奶呢 一夜过去 都改口成我奶奶了 不过 既然已经成功拿下了他孙子 我当然老老实实地硬了 好的爷爷 季老爷子挑眉 嘖 上学的时候都没能听你 叫我一声季老师 果然 还是我这宝贝孙子 更有用血 我心想 那是自然 您孙子这张俊脸 往我面前一摆 我就被迷得神魂颠倒了 哪还能不乖 说话间 季晨已经将早餐端上了桌 快去洗漱 他将手搭在我肩上 语气温和 季晨的手似乎永远都是温热的 即便是隔着一层布料 仍旧能隐约感受到他的温度 好 我乖巧应声 然后飞登进卫生间 吃早餐时 意料之中的 季老爷子聊起了从前 抿了一口热茶 老爷子探到 我教过那么多届学生 也就你这丫头 让我印象最深刻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那时候叛逆期 性子乖张 行为跳脱 敢在那个规矩慎严的学校里 做同学们不敢的事 而且 偏偏我学习成绩还很好 同学们暗地里说我是天才 其实不是 我就是青春期 故意装的 上课时候 我即便是在捉动里织毛衣 耳朵也在听着课 而且 小小年纪我就特别卷 在学校乖张跋扈 回了家我挑灯夜读 而我成绩最好的 就是数学 可能是的确在数学上 有点天分 别人死磕不会的提 我琢磨一会 就能轻而易举地解出来 所以 季老爷子着实是对我又爱又恨 我又总是气他 天天和他对对 所以 这老爷子可能对我印象格外的深刻 老爷子显然还记得 我当年的豪言壮语 目光在我和继承之间流转 摇头探位 还真让你个小丫头说着了 这么多年过去 居然真把我孙子给拐到手了 我吃的头也不抬 明明是您孙子套路多 把我骗到手了 季老爷子似乎挺骄傲 文言哈哈大笑 老爷子订了当晚的车票 说自己过来逛一圈 要连夜赶回去 吃老办心学的拿手好菜了 什么吗 我估计这老爷子 分明是跑来 给他孙子做助攻的 27 季老爷子走了 而我却在继承家里住了下来 倒不是什么一恋爱就同居 主要是说来也巧 我正收拾东西 准备搬回去时 接到了房东的电话 房东儿子要结婚 临时违约不租了 而我的房租也就剩下了半个月 房东直接将这个月的租金 连同押金一同退给了我 并连番道歉 说他儿媳妇怀孕了 结婚迫在眉睫 实在不好意思 没办法 我只能搬进继承家里 刚好他也不用找合租室友了 我们俩一人一间房 分摊房租 不过 我还没享受几天 和男友同住一间屋檐下的快乐 又来了点麻烦 我表姐 就是那个不止一次地 抢过我男人 身材妖娇的表姐 要来北京 并且说得生情并茂 楚楚可怜 说自己出来北京 无处落脚 想来和我一起住 被我无情地拒绝了 然而 我妈那个热心肠 直接替我同意了 她哪里知道 表姐过去背地里 对我做的那些事 直接同意了 并在家族群里 爱特了我姨妈 说我会照顾人 让表姐住我这里 绝对没问题 我没忍心 拨我妈的面子 默认了 其实她来和我住一间房 我无所谓 主要是 我担心继承 担心这位 刚刚被我拿下的高领之花 会不会经不起诱惑 被表姐那羊柳小西腰给勾跑 果然 表姐到的第一天 便换上了战袍 黑丝睡裙 还戴开叉 看得我一阵无语 不过还好 继承似乎并不吃这一套 这人吃饭时 只做两件事 给我加菜倒水 吃饭 自始至终 眼皮子都不曾先过一下 不过 饭后 我上厕所时 似乎听见外面表姐 要加继承的微信 表姐是故意的 这人连嗓音都没压制半分 有心让我知道 我男朋友会在我不在时 加她微信 我心意紧 连忙跑去厕所门口偷听 让我失望的是 我似乎并没有听见 继承拒绝的声音 当晚 我准备回房间睡觉时 却忽然被继承拽去了她房间 门关 这人二话不说 先盖了个章 然后才满意地勾勾唇角 俯身看我 苏老 你这个表姐 居心不良 我忽然有点想笑 看来这位高领之花也不算傻 起码还能看出来 我表姐的勾引 嗯 我应了一声 仰着头看她 但是她很好看 身材也好 文言 继承好看得没促紧了些 我不喜欢 这人言简意该 庸之俗粉 说着 她掏出手机 你刚刚上厕所 她要加我微信 她是你表姐 初次见面我不好拒绝 所以加了小号 我挑挑眉 你还有小号 继承乖巧的递过手机 我扫了一眼 惊了 果然是小号 上面密密麻麻 全是各类女孩子 聊天框里清一色的小红点未读 什么情况 继承拽着我坐在床边 老实解释 她这人过去一心学习 对于感情方面 木讷而执拗 又不懂拒绝 所以每次遇见推不掉的 加微信要求 她就用小号加上 据她所说 小号她除了家人 从来没登过 看着屏幕上那密密麻麻一片红 我忽然有了种 前所未有的压力 原来继承 远比我想象中还要优秀 28 表姐住在我家 已经近一周了 对于她那些小心思 我和继承心知肚明 继承不理她 我也乐得看了笑话 某天晚上 公司临时加班 而继承下班早 则在家里提前做好晚饭 说实话 我还真有点担心 加班时 我时不时的分心 总担心今晚我加班的 这几个小时里 继承这位细皮嫩肉的小和尚 会被女妖精给吃干抹镜 停在路边的车 车里开了空调 温度适中 还有继承给我准备的奶茶 和小甜品 饿了吧 她顺手接过我的包 动作自然 先吃点甜点 我做了你爱吃的猪赌鸡 我瞬间泪目 有人接 有美食 有男人 还是一个巨帅的男人 这种日子 麻烦在让我过500年 一路上 我隐晦地询问了一下 我不在 我表姐有没有欺负她 继承的反应 却让我有些生意 这人单手在下河上妈撒了下 低声道 你回去就知道了 我回去就知道了 好不容易回了家 我匆忙换了拖鞋进门 在房间里转了一圈 都没见到表姐 转头看向继承 她则指了指 卫生间 而这时我才发现 卫生间的门 被继承用钥匙反锁了 她家这门有点特殊 用钥匙在外面反锁的话 在厕所里面是打不开的 继承把我表姐锁在了厕所里 继承耸耸间 静直进了厨房 而我打开卫生间的门 则看见表姐夫妻坐在马桶上 身上啥都没有 则 我扫了两眼 便看见表姐咬着牙道 帮我拿睡衣进来 谢谢 我忍着笑 第一次替她跑了腿 把睡衣扔给她 表姐飞快地换上 饭都没吃 就起身回了房间 饭桌上 我没忍住问继承到底怎么回事 这人一边给我盛汤 一边诞生道 我在厨房做饭 你表姐在卫生间洗澡 隔着墙喊我 说她衣服淋湿了 又没拿浴巾 非让我给她拿浴巾送进去 我说不方便 然后呢 我喝了一口汤 急迫地追问 而继承转头看我 好看的脸上满是无辜 然后她说让我别偷看她 她要跑回房间 我咽了咽口水 可真有她的 然后我说不用那么麻烦 就给她反锁在厕所了 继承说得云淡风轻 似乎在讲一件 和自己全然无关的事情 我却听得无比的爽 报应啊 表姐估计也没想到 她屡是不爽的勾引技巧 在继承这会碰一鼻子灰 29 我本以为 这次之后 表姐会灰溜溜地离开 然而 第二天一早 这人早早起床 化了个精致妆容 甚至还笑着和我们打招呼 仿佛昨天狼狈地 被锁在厕所里 几小时的人不是她一般 在我支住了半个月 还没找到工作 每天出去面试 回来不是吐槽这个工作类 就是吐槽那个工资给的少 幸好 我早就和家里打过招呼 只给她三周瞬间 到时候 不管她找不找得到工作 都必须给我搬走 眼看期限快到 而表姐在继承那里 吃了无数个闭门羹 我心情见好 连带着看这位向来不合的表姐 都没那么反感了 我和继承感情牢固 日渐恩爱 表姐那些小心思 在我看来 反倒像是跳梁小丑 上部的台面 只能私下里添点笑料 然而 我没想到 表姐会做得这么绝 在半夜 直接爬上继承的床 晚上 表姐去面试回来时 还带了一瓶酒 养酒 我扫了一眼 没看清什么血的什么 她似乎心情很好 说找到工作了 公司到住宿 明天就能搬走了 我也松了一口气 这个女妖精 总算是能搬走了 那晚 我第一次给了她点好脸色 甚至我们仨都喝了点酒 看得出来 表姐要搬走 继承心情也不错 喝完酒 表姐主动去刷碗 而我和继承 则是窝在沙发上聊一会天 便各自洗漱回房了 饮了酒 外加心情不错 我躺在床上早早睡着了 夜里 我是被一阵嘈杂声吵醒的 醒来一看 身旁空荡荡 不见表姐身影 我心头一紧 连拖鞋都来不及穿 吃着脚跑了出去 继承房间的门开着 灯火通明 我跑过去 发现继承站在门口 而表姐则缩在她床上 用被子把自己裹得岩石 头发凌乱地散在身前 狼狈极了 什么情况 我愣了半晌 才低声问道 继承把手机递给我 点开 里面都是拍的表姐的照片 早就发现 你表姐今天不对劲 我房间的门锁 无缘无故坏了 没办法反锁 而晚上她又一个劲劝酒 意图简直太明显 继承低头看我 所以 我在这手珠带吐了半夜 为你拍下来这宝贵一幕 见我愣神 她又详细地解释了一下 她今天一早就发现表姐不对劲 猜到了她的想法 所以故意拉上遮光度极强的窗帘 关了灯 扯把椅子坐在角落里等着 然后半夜 表姐摸黑进房间 爬上了她的床 再然后 继承飞快地开灯 拍照 抓了个信型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手机里那些照片 好家伙 电视剧都没她俩演得精彩 深吸一口气 我把手机还给继承 然后走到床边 手一抬 被子被我掀起 表姐身上就穿了件黑色青纱小睡裙 整个人全做一团 我扫了一眼 腿还挺白 行吧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我扯她起来 二话不说 扇了一巴掌 当年被她抢男朋友的时候 我还小 只知道生气伤心 没想到 多年后倒是把这巴掌给还了回来 收拾东西 滚 被我扇了一耳光 表姐整个人都僵住 愣了很久 她猛地坐起来 想要还手 却被继承拦了下来 这人猝着眉 手一甩 直接把表姐甩下了床 并抬头看了一眼墙上挂钟 给你半小时 不搬走的话我报警 算你私闯民宅 继承横插一脚 估计是把表姐那些话都憋了回去 她愤愤地瞪了她一眼 半赏 跺跺脚 跑回我卧室收拾行李去了 我站在床边出神 这么简单的解决了 我把疑惑说给继承听 她低笑 大掌落在我头上揉啊揉 那你还想做什么 盯着继承手机看了半赏 我笑了 把照片发给我 继承很听话 照片立马发了过来 我挑了几张角度最好 表姐姿势最不堪的照片 直接转发到了家族群里 并爱特了表姐的父母 接下来 我关上继承卧室房门 声泪俱下地 在群里发着语音 姨妈 我好心让我表姐住过来 结果 她趁我睡着 偷跑进我男朋友的房间 还故意爬上了她的床 我这是养了白眼狼啊 接着 我情真意切地叙述了今晚的事情 深夜 家族群里炸开了锅 爱女心切的姨妈还反驳 说她女儿可能只是半夜上厕所 迷糊进错的房间 让我别血口喷人 我正绞尽脑汁回怼时 继承又给我发了一段视频 好家伙 整个一大合集 里面是表姐几次穿着小短裙 或性感睡衣 在继承面前勾引 然后对她这朵高领之花 啪啪打脸的视频 在我震惊的目光中 继承走去客厅 拆掉了她不知何时 安上的隐藏式摄像头 她捏着摄像头 低笑 现在可以拆了 而直到这时 我才发现 我一直以来都低估 这位智商超群的学霸了 什么男人分不清绿茶 只要爱你 她全都分得门清 表姐每天变着花样的勾引 继承虽然次次都及时拒绝 但表姐每次都挑 我不在的时候下手 她也怕自己到时解释不清 所以私下安了摄像头 我把视频转到群里 并抱着继承亲了一口 这人绷着一张脸 唇角却微微扬起 再细看去 耳根已然红了几分 三十 那天晚上 注定是个不免夜 家族群里炸开了锅 长辈们痛批表姐 而我妈也开始在群里刷屏 哭诉她女儿受了委屈 最后的结果是 表姐一家被骂得退群 而我 被我爸妈通知 让我这周末带继承回老家 我爸还给我私发了微信 这是不是就是上错坟那个傻小子 我哭笑不得 是 我爸发了个得意的表情包 视频里我就觉着 这小伙像是我女婿 视频里明明只录上了一个继承的背影 除了后脑勺就是屁股 在我家里的催促下 周六早上 继承开车带我回家 车子后备箱已经塞满了 各式各样 都是继承带的礼物 这人似乎有点紧张 出发前 我意外发现 他捧着手机搜索 第一次见女朋友家长注意事项 莫名有点 可爱 到我家时 刚好中午开饭 我爸煮着拐杖不方便 只能我妈穿上围裙进厨房 用尽毕生所学 硬是给继承凑出来扒菜一汤 就我妈那魔鬼手艺 我已经很满足了 继承的表现很不错 一顿饭的功夫 已经成功征服了我爸妈 尤其是我爸 我爸爱酒 继承便投其所好 带了几瓶好酒 还陪我爸喝了一顿 结果 这俩人都喝多了 我爸搂着他肩膀 两眼红红 老弟呀 我这姑娘从小就怪账麻糊 脾气也不好 以后就委屈你了 继承则是喝得脸色胀红 那位不识人间烟火的高领之花 此刻和我爸勾肩搭背 并醉眼朦胧地看了我一眼 然后笑了 放心吧哥 我特别特别爱你女儿 我肯定会照顾好她 其实这话听得我挺感动的 排除她的称呼的话 这俩人喝到位了 拉着手走一句歌 又一句老弟 我和我妈叹了一口气 首先让他俩继续发酒疯 我俩埋头吃饭 然而 然而 手刚碰到虾 他冻了 我扔了筷子 欲哭无泪 这饭没得吃 31 傍晚 继承被安排睡在我的房间 而我 被安排在了客厅沙发 夜里睡不着 我偷跑回房间 想去看看继承 刚一开门 便看见继承坐在床边愣神 房间内没拉窗帘 月光明亮 你 醒了 我连忙关上房门 走过去巧声问他 闻言 继承转头看我 似乎是在找回他最久的记忆 微微醋眉 继承轻声问我 我喝醉以后 没失态吧 我笑了 可能是我的笑而不语 让他有点没信心 继承明显有点慌了 他攥住我手腕 略移用力 我便被他拽进了怀里 快说 我喝醉以后 没做什么出格的是吧 没有 真的 嗯 就是 拽着我爸哭诉说 大哥 我真的好爱你女儿不算 给我妈说 嫂子你放心 你要多少彩礼 我都要娶殊扰 然后又握着我的手说 明天我陪你去给大娘烧纸 感谢他让我再次遇见你 我强忍住笑 也就这些而已 继承神色僵硬 我却乐不可知 这人也是个宝藏 醉的人都分不清了 被害排得挺明白 管我爸叫哥 还知道叫我妈嫂子 叫我奶奶为大娘 两酒 继承单手扶鹅 再也不喝酒了 为什么 我窝在他怀里 寻了个舒服的位置 仰头看他 我还挺喜欢的 挺 可爱 继承低头看我 那双眼染得醉意 在月色下格外勾人 情绪似乎有些不受控了 我双手抵在他胸口 忽然想到一件事 你当初写了一堆情书 暗恋的那个姑娘是谁 继承正了下 然后笑了 他低头 用鼻尖与我蹭了蹭 低声叹位 是你呀 我 嗯继承握住我的手 掌心依旧温热 起初是我也整天在家里谈你 久而久之 对你有些好奇 后来 我发现 你身上似乎有着我截然不同的特质 我安静内敛 你乖张跳脱 你可以肆无忌惮地 做我不敢做的所有事 敢站在全校的讲台上 承接数千人的目光 再后来 你每次被我爷爷批评 就偷偷跑来 给我做些小动作 比如给我轮胎撒个气 给我笔带里放点小动物 我又觉着 原来也是个有点幼稚的小姑娘 继承的手落在我肩上 将我估紧了些 但是 我性子内敛 不懂表达 再加上后来父母离婚 其实给了我不小的打击 自此以后 便将自己隐藏得更深了些 而我总觉着 你那样耀眼的姑娘 不该和我这样的梦葫芦在一起 所以 我从未争取过 大学里我默默学习 参加学生会 兼职挣钱 将自己忙得团团转 我明白 我对你而言 只是一个当初认识 但不熟悉的隔壁班同学 甚至连熟悉都算不上 我们没有联系方式 毕业级天涯 我甚至不知道 你能不能记得我的名字 苏绕 她将我孤在怀里 呼吸时仍旧带着淡淡的酒味 其实 我从没想过 兜兜转转我 还能再遇见你 我听得震惊而感慨 其实 我就是个挺普通的姑娘 长相清秀 但算不上什么大美女 身材偏瘦 不及表姐那种风吟性感 我就只有上学时 性子跳脱些 天不怕地不怕 脸皮也厚 爱笑爱闹 形式乖张跳脱 我从没想过 会因为这些 我被另一个男孩子 记住很多年 感慨之余 我盯着面前那张脸 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如今 我和继承是男女朋友 而且 此时此刻 她喝醉了 我有点心愿一马 抬手 指负在她下颌 轻轻巴撒了下 记成瞬间晋升 她垂着眸看我 那双眼底 久亦与爱意相容 格外撩人 记成 我软着嗓子喊她 而她嘀嘀应了一声 我拿起床尾扔着的包包 从里面掏出口香糖来 月光下 我看得仔细 这次真是炫脉 吃口香糖吗 记成正了一下 随即紧绷的身子 松懈了几分 吃 她打开包装 拿出一颗塞给我 然而 我刚咬了一半 记成便俯身稳了过来 剩下的一半口香糖 便连同我余下的话音 被她一同截了糊 全闻完